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24日星期一 农历三月初五 我是陈毅 我是小曼 很荣幸的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 家庭生活 美国故事 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一到周五的西争业化的话题分别是 时事三人谈 往事如风 情感夜线 津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六的节目包括 评书连载 西雅图少年说 台长信箱 西城美丽说 发现无锡 心灵港湾 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 爱情麻辣烫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 包括粤语歌曲 跟我学粤语 吃喝玩乐西雅图 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 网络 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 或者HDFM98.9 Channel 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 slash listen 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乌克兰称俄罗斯正强行将平民 从赫尔松附近地区迁出 在莫斯科看来 赫尔松是现在合法属于俄罗斯的 几个乌克兰地区之一 此举表明俄罗斯军队可能准备在预期 将爆发的乌克兰反击战之前 进一步撤退 据战争研究所报告 乌克兰军队一直在攻击 在赫尔松附近的河岸上 修建防御公式的俄罗斯军队 当地军民表示 乌克兰军队在河沿岸的活动 越来越活跃 乌克兰禁用与俄罗斯相关的地名 争夺民族认同 泽连斯基签署法案 宣布在乌克兰境内禁止使用 纪念、宣传或象征俄罗斯 或与该国著名历史文化场所 或城市等相关的地名 该法律将在三个月后生效 此后地方当局将有六个月的时间 将公共空间从俄罗斯世界的标志中解放出来 该法案还将了解乌克兰语言和历史 作为获得公民身份的要求 包括泽连斯基在内 许多乌克兰公民的母语是俄语 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俄罗斯入侵感到愤怒 以改用乌克兰语以示反抗 俄罗斯招募艾滋病重犯上战场 承诺为其提供抗病毒药物 乌克兰当局根据被俘二军士兵的HIV感染率估计 俄罗斯重犯军团中约有20%的新兵携带艾滋病毒 一名被扶者在接受时报采访时表示 俄罗斯监狱的条件非常严酷 在前线服役似乎比在监狱服行风险更小 去年12月他同意在瓦格纳雇佣兵团服役6个月 以换取赦免和抗病毒药物的供应 澳大利亚公布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国防改革 应对中国威胁 据BBC报道 澳洲国防战略评估报告强调了中国的军事扩张 并警告称 在导弹时代 澳大利亚不再受到地理隔离的保护 将加快努力购买射程更远的导弹 该报告发布之际 中国对台湾的立场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该国还在南海加强了军事存在 澳大利亚政府将花费约190亿澳元来执行评估建议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46度摄氏8度 明天多云最高气温华氏57度摄氏14度 最低气温华氏44度摄氏7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日前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 质疑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国家的主权 这是在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一些世界领导人 期待中国帮助斡旋乌克兰和平后发生的 卢沙野这番言辞令外界再次质疑中国斡旋 俄乌和平的努力 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多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仍然没有 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 而泽连斯基到现在也没有放弃与中国对话的可能 乌克兰为何对中国还有期待 中国在乌克兰的和平中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卢沙野4月21日接受法国LCI新闻台访问 在被问到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时 卢沙野说不一定 曲解我们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没有那么简单 在被提醒根据国际法 乌克里米亚属于乌克兰后 卢沙野却表示 根据国际法 这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地位 因为没有国际协议以具体化他们的主权国家定位 卢沙野的这番话在欧洲已经引起强烈的不满 法国乌克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纷纷要求中国说清楚 摩尔多瓦和欧盟官员也回集了卢沙野的话 虽然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做出澄清 称中国尊重苏联解体后 各加盟共和国的主权国家地位 但是损害已经造成 立陶宛外交部长加布里埃留斯 兰兹贝尔吉斯认为这番话令人对中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 劝和促谈发挥建设性作用 缺乏信心 他星期六在推特上写道 如果有人依然想知道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不信任中国 会促成乌克兰的和平 这里有一位中国大使变称克里尼亚是俄罗斯的 我们国家的边界没有法律依据 乌克兰总统顾问米哈伊洛 波多利亚科 星期天谴责卢沙耶的评论很荒谬 他说前苏联国家的地位在于国际法中 听到一个谨慎看待自身千年历史的国家的代表 说了荒谬版的克里尼亚史 感觉很奇怪 如果你真的想要扮演这种重要的政治角色 就不要学舍俄罗斯人的宣传 卢沙耶素来是中国战狼外交中勇于表达鹰派立场的一员 他此前曾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声称 若中国统一台湾 会对台湾人进行再教育 以培养台湾人民的爱国情怀 他的发言当时也曾触动国际舆论的敏感神经 引发各级热议 美国新闻站政治更将卢沙耶评选为 2022年中国外交战狼的前五名 不过在卢沙耶近日的发言震惊欧洲各国后 中国官方似乎也打算与卢沙耶切割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本周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前苏联是联邦制国家 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国际法主体地位 这不否认苏联解体后 各加盟共和国具有主权国家地位 与此同时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也在官网上以法文写道 卢沙耶大使有关乌克兰的言论不是政策声明 而是表达个人观点 不应该被过度解读 外界注意到 卢沙耶的战狼姿态虽然在欧洲引发外交风波 但其有关对乌克兰主权的质疑 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北京吞并台湾的野心 那么目前俄乌局势的发展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北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呢 本周一 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针对美国是否应该持续援助乌克兰 会将军事重点转向台湾的问题举行了一场研讨会 哈德逊研究所主任沃尔特斯认为 美国应该持续将军力投注于乌克兰 他表示 协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能够加强美国民众对台湾的支持 在俄乌战争中取胜 能加强美国国内对于捍卫台湾的决心 如果从乌克兰撤退 则会加强孤立主义者的立场 如果放弃乌克兰 在面对台海冲突时 民众不可能转而支持台湾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中国不仅英武学舌照搬俄罗斯人的宣传 没有谴责俄罗斯的入侵 凡指责北约应该为乌克兰战争负责 且一直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经贸和军事合作关系 两国领导人还进行多次的面谈或视频对话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三月访问俄罗斯时 不仅与普京重申伙伴关系 还表示要与俄罗斯一起推动百年未遇的国际变局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上星期出访俄罗斯时 甚至赞扬普京为促进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尽管如此 中国一直宣称自己在乌克兰问题上是中立的 为了打造负责任的全球大国形象 中国还表示要为促成乌克兰的和平 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甚至在二月份推出了一份和平的计划 这份计划既没有谴责俄罗斯 要求俄军撤退 也没有对俄罗斯进行问责 也因为中国与俄罗斯的紧密关系 以及俄罗斯对中国的进一步依赖 一些人相信对中国有能力说服俄罗斯停战 其中就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 马克龙近日在访问中 国时对习近平说 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破坏了稳定 我希望您能让俄罗斯恢复理性 让所有人坐在谈派桌前 马克龙坚信 在西方与俄罗斯敌对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选择 中国可以利用其与俄罗斯的特殊关系 使其向好或者向坏 因此要尽可能去动员北京 向激进的一面发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也相信中国是唯一对俄罗斯有影响力的国家 他已一直试图赢得中国的支持 在许多西方国家认为 中国关于乌克兰战争的立场 文件缺乏实质内容时 他一次再提及到 中国曾声明尊重领土完整 他还表示他相信中国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他说他随时等待习近平的电话 他甚至邀请习近平访问乌克兰 三月底 在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时 曾有报道说 习近平有意在访俄后与泽连斯基通话 四月初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在访问北京后曾表示 习近平告诉他 自己愿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时 与泽连斯基对话 但两人至今没有通过电话 两人上一次通电话还是在一年多前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中国拟出台AI监管新规 忠诚内容需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随着CHPT掀起人工智能投资狂潮 中国政府迅速拟定人工智能的红线 这表明了北京对可能定义一个时代的技术 进行严格监管的决心 根据意见稿 该国人工智能产品必须遵守中共审查规定 避免触及历史禁区或诋毁该国领导人 其内容还不得含有颠覆国家政权 或破坏国家统一的信息 专家指出 中共一方面想控制信息 一方面希望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 生成是AI让这两个目标互相矛盾 分析人士预计 与科技公司磋商后 监管机构可能会放松执行规定的力度 从而不至于从整体上削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光明日报资深资深编辑部 董玉玉被控从事间谍活动 61岁的董玉玉是中共主要报纸之一 光明日报的专栏作者和评论部副主编 他在去年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 上个月被起诉 数十年来 董玉玉经常会见包括外交官和记者在内的外国人 以获取写作素材 他的家人说 当局将这些互动视为他可能作为外国代理人 为美国或日本工作的证据 董玉玉曾是哈佛大学尼曼学者 并曾两度在日本访学 在中国禁止国内记者为海外刊物撰稿前 他曾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过多篇文章 目前尚不清楚董玉玉将与何时受审 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审判通常秘密进行 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可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 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 索赔成功过后收费 不成功则不收费 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2023年2月起 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 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 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 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 电子邮件crsradio at gmail.com 或者访问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您的健康远超于您的医疗需求 所以您的健保计划当然也应该如此 如果您同时符合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的资格 那么惠安娜计划可能每年给您1500美元 帮助支付必要费用 例如符合条件的食品杂货 租金和水电费 非处方药品 或您的手机费 您没有花掉的钱可转入下个月使用 您全年都无需为承保的处方药品 支付费用还可能享受免费的就诊交通服务 惠安娜计划 专为您的终身而设计 请拨打800-216-5813 恰询惠安娜持照保险经纪人 以了解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详情 惠安娜更人性化的医疗保险 惠安娜是coordinated care计划的一员 持有联邦医疗保险 以及华盛顿州医疗补助计划合约 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 需使续约情况而定 补贴金额 不得与其他福利补贴并用 可能另有限制及约束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夜线栏目 我是陈毅 我是小曼 今天是2023年4月24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拜登预计将于近日正式宣布竞选连任 与拜登关系密切的人士称 预期拜登将通过视频宣布竞选连任 拜登的一些主要捐助者 已被邀请在华盛顿参加各种金融峰会 为这场战争准备弹药 拜登的第二次竞选任务将更加复杂 他不仅将面对特朗普的再次挑战 还需要说服选民 相信他在本次任期内取得的成就 拜登现年80岁 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 民调显示 即便在民主党受访者中 也有很多人对选出一位 在任期结束时 仅将年满86岁的总统感到担忧 福克斯新闻解雇黄金时段主持人 塔克·卡尔森 这一消息的宣布 距离该新闻网就选取舞弊 诽谤案与多米宁投票系统 达成和解不到一周 在这起诉讼中 卡尔森因在节目中 对2020年总统大选 传播错误信息而身处争议漩涡 此外CNN宣布 新明星主播唐莱蒙也将离职 今年2月 他在节目中发表了 被广泛认为是性别歧视的言论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将 预计将很快签署一份行政命令 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 上周四、4月20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表 拜登政府对美中关系、经济关系愿景的讲话 强调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要优先于经济利益 宏博社报导说 在拜登政府内部对这项措施进行了近两年的讨论后 拜登总统计划5月19日至21日出席 在日本广岛召开的七国集团G7峰会 前后签署该行政命令 并希望得到盟国的认可 但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导说 这项对中国投资限制措施 有可能在本月内就出台 拜登政府已经开始向美国商会等行业团体 介绍该行政命令的内容 主要包括要求美国企业 向政府通报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新投资 以及禁止在芯片等关键领域进行对华投资 华尔街日报引述22V Research的分析师的话报道 除芯片以外 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 也可能在禁止投资的范围内 但一些常见的美国对华投资 预计不会受到即将出台的行政命令的影响 华尔街日报三月份曾报道说 美国官员试图阻止美国投资者 向中国企业提供可用来提高 中国军事决策速度和准确性的技术和资金 这些投资限制标志 拜登政府在经济领域对中国采取的行动更紧一步 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实施出口管制 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能力 白宫称这些芯片可用于制造武器 侵犯人权并提高其军事后勤行动的速度和准确性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三将以隆重仪式 迎接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尹七月 除了盛大场景外 这一天还有严肃的会谈 分析人士认为美韩高峰会谈也会以不公开的方式 讨论如何抗议日益强大的中国 白宫官员表示 两国领导人将讨论日益大胆的朝鲜所构成的威胁 以及两国如何在经济等方面开展合作 尹七月在华盛顿期间还将在国会发表讲话 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一指出 在拜登·哈里斯行政当局的领导下 美国联盟已经远远超越了朝鲜半岛 现在是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一股良善力量 杰克利文补充说 两位领导人将宣布在网络合作上的延伸 威胁 减缓气候变化上的援助 投资以及加强我们两国关系方面的主要成果 周一早上 韩国和美国的国旗在白宫并排飘扬 这是拜登总统任期内迎来的第二次国事访问 第一次是去年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时 尹七月来访之际正值美韩关系建立70周年 将出席尹七月抵达欢迎仪式 并参加白宫午餐会的韩国事务专家李尹说 这次访问表明了两国关系的深入程度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金线行政长官道康斯坦丁和西雅图市长布鲁斯·哈雷尔 今天宣布了最新的健康之家大楼的运营商 这是一座新建的大楼在西雅图国会山附近 提供35套永久性支持性住房 该建筑由Shift Seattle Club和Levander Rice Project 共同运营 预计今年秋天将迎来居民 购买Health Through Housing大楼使用了金线和西雅图市的混合资金 其中包括将最初分配给监狱的资金600万美元重新分配 金线和西雅图市于2021年宣布 打算再投资1600万美元 用于上游社区健康和住房计划 以帮助受法律制度和监禁严重影响的社区 Wear Notify 该州成功拯救生命的COVID-19铺路通知应用程序 计划于5月11日随着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结束而停用 该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利用保护隐私的蓝牙技术 匿名提醒用户 他们可能接触过最近COVID-19陈测呈阳性的人 自2020年11月推出以来 约23万5千名参与者在WA Notify中确认了阳性测试结果 产生了超过250万份匿名暴露通知 预防了数万例COVID-19病例并挽救了生命 华盛顿州是最早实施暴露通知技术的州之一 并且一直是美国新冠COVID-19死亡率最低的州之一 尽管他也是已知美国最早发现新冠病毒的州 本月早些时候 西雅图警方以及地方、州和联邦机构参与的一项逮捕行动 收缴了近两大枪支 据西雅图警察局称 两名年龄分别为31岁和32岁的男子在行动中被捕 他们涉嫌买卖持有枪支 两人正在等待联邦指控 警方表示他们从公寓、车辆和储藏室中 搅破缴了一下物品 23支枪、18支手枪、4支步枪和1支散弹枪 大约1000克冰毒、数百颗分碳尼药片 现金约22723美元 数千发子弹以及数十种步枪和手枪弹夹 一项扩大对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的法案 已在华盛顿州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过 目前正由州长审议 该法案包括 在被定罪的罪犯从监狱释放后 通知受害者建立更好的电子监控 当私人拥有但被法院没收的枪支归还给个人时 执法部门需要通知他们的家人或亲密伴侣 如果受害者是禁止接触令 限制令或保护令的一部分 执法部门需要通知他们 法案还包括资助培训执法部门工作人员 使其更熟悉如何正确处理各种情况下的受害者 几周前 华盛顿自然资源部宣布将扩大 其为野火做好准备的邻居计划 将皮尔斯梅森和瑟斯顿线纳入其中 该项目将居民与专家和防火工具联系起来 希望挽救生命和土地 近年来该地区的部分社区曾遭遇火灾袭击 促使居民更积极应对2023年的火灾季节 居民可以免费咨询 防火专家将为其制定详细的火灾准备行动计划 公共土地专员提醒居民 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因为每年原热干燥的天气都会增加野火的威胁 由于对宠物的公共布栓绳空间的需求日益增长 雷蒙德市周一宣布开放其第一家布千绳六狗公园 宠物和他们的主人有了一个锻炼和社交的新场所 布千绳狗公园位于市中心的卢克雷克蒙德公园内 选择此处是因为其广阔的草坪面积以及靠近住房交通和步道 该公园将一直开放到9月 市政府官员计划在兰蒙德寻找不同的潜在地点 作为永久的不千绳狗公园 社区成员可以通过在线调查 对公园和未来六狗区域的计划提供反馈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想提醒您为自己的健康腾出时间 这样您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 更新版的COVID疫苗可恢复 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的保护作用 包括针对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和COVID最严重影响的保护作用 如果您上次接种COVID疫苗或加强剂是在2022年9月之前 那么是时候接种更新版疫苗了 请到vaccines.gov查找更新的COVID疫苗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 此广告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我们开始今天的冥想了 首先做几个错影练习来提醒我们 为生活努力的同时 偶尔也要犒劳一下自己 请断线你的McCafe iced coffee 闭上眼睛 呼气 感受内心的满足 我们邀您来McDonald's享受休闲时光 现在任何口味的中杯McCafe iced coffee都只要两块钱 价格与参与活动的店家有所不同 不可以与其他优惠合并使用 肌肉骨骼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2066217501 下面为您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4月25日 NBA季后赛首轮 热火119比114显胜熊鹿 东部第八的热火大比分 3比1领先东部第一的熊鹿 热火巴特勒56分九篮板 阿德巴约15分 巴篮板 马丁12分九篮板 文特森10分八助攻 熊鹿洛佩斯36分11篮板 三改帽 字母哥26分10篮板13助攻 霍勒迪14分7篮板4助攻 米德尼亚赛前召开新闻发布会 31岁的前广州恒大规划球员高拉特 在发布会上宣布自己决定退役 高拉特2015年1月 从巴甲克鲁赛罗转会加盟广州恒大 各项赛事更为广州队出战174场 打近110球 另有54次助攻 帮助广州恒大夺得过三座中超冠军 一座亚冠军 以及一座足鞋杯冠军等荣誉 北京时间4月25日 据著名NBA记者沙姆斯 查拉尼亚报道 国王球星达隆福克斯 遭遇左手食指骨折 大概率缺席天王山之战 国王与勇士第四战 第四节还剩4分35秒 福克斯在突破过程中被普尔犯规 随后福克斯上篮过程中被勇士中锋卢尼打倒 导致受伤 在本轮系列赛的前四场比赛中 福克斯场均上场38.5分钟 场均可以得到31.5分 7助攻和6篮板 场均得分 场均助攻 场均抢断和场均三分命中数 均是国王第一 目前国王与勇士的大比分为2比2平 福克斯的伤势可能会对系列赛的最终结果 产生巨大影响 北京时间4月24日 英超第32轮比赛战霸 领头羊阿森纳3比3绝平南普顿 联赛遭遇三连平 目前枪手在多赛两场的情况下 仅领先慢成5分 机构及时更新了本赛季的英超夺冠赔率 慢成1赔1.22 重回榜首 阿森纳1赔4.33 第二 曼联纽卡布莱顿已成赔跑 其他球队赔率 慢成1赔1001 纽卡斯尔1赔1001 布莱顿1赔45001 夺冠仅存理论可能 财经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上涨66.44点 或0.2% 报收于33,875.40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降35.25点 或0.29% 报收于12,037.20点 比较普500指数上涨3.52点 或0.09% 报收于4,137.04点 Omax黄金期货上涨2.80美元 报收于每盎司2,002.50美元 WTI原油期货报收于每桶78.70美元 布伦特原油期货报收于每桶82.54美元 比特币报收于27,467.44美元 上证指数下降25.84点 报3,275.41点 香港恒生指数下降115.79点 报19,959.94点 日本日经指数上涨29.15点 报28,593.52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89.64人民币 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未来几周签署一份备受瞩目的行政令 限制美国对中国某些高科技领域的投资 这是华盛顿方面准备采取强硬的对华立场的新迹象 由华莱士牵头的22V Research分析团队上周四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拜登的行政令或将试图应对美国企业在受关切国家 特别是中国的投资所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 华莱士曾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时期担任美国财务政官员 22V Research的分析师称 某些行业将面临全面投资禁令 其中包括半导体 也可能包括AI和量子技术 而其他一些行业则可能通过一些通知程序受到监督 多年来中国一直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和天然气 如今中国企业正在对中东的部分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手笔投资 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成为影响力更大的斡旋者 与中东各方达成的交易将使中国能够实现能源供应的多样化 并获得战略优势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有机会在长期由西方公司主导的能源行业领域中 获得税数的专长 日本央行行长直田河南周一表示 目前将继续实施货币宽松政策 他预计通胀将很快开始放缓 直田河南向日本国会一个委员会表示 趋势通胀率仍低于2% 所以我们需要继续实行货币宽松政策 他说 在截止2024年3月的本财年的下半年 通胀率可能会降至日本央行2%的目标以下 日本央行需要更仔细地研究物价前景 一旦趋势通胀率达到2% 央行就需要开始解除宽松政策 日本央行可能要等到最后一刻 才会宣布调整10年期日本国债收益率上限 以避免任何市场混乱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陈毅和小曼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编是行文 雪涛 迅红 乐阳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 Radio 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 你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近日西雅图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叶咪 餐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远瞬的 栏目标签 远抜抜点 带你看 这样的根据 提供 反应 假